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琳 你好 你好 杰妮 你好 请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陈琳 也是家中民族文化艺术团的团长 陈琳声乐艺术学校的声乐老师 那我知道您这次上来是爱在家乡天药中华庆祝演唱会的一个宣传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演唱会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呢 因为今年很特别 是吧 大家都在庆祝加拿大150周年 那马上我们又是中国的国庆 中国华诞68周年 然后再加上今年的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 所以我们想把这三大主题融为一体 在一个演唱会里面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很好 那么这个演唱会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举行 然后地点在哪里 这个定了吗 这个肯定早就定了 这个是在Richmond Hill Performing Art 在10月8号晚上7点钟开始 那么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什么亮点呢 或者有什么特别 那这个刚才我讲了三大的主题 那但是呢 我们整个这个晚会呢 我们分为上下两场 两个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 上半场呢 我们是主要以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和加拿大150周年 所以这个上半场呢 我们会聚集很多港台的流行 和欧美的一些流行金曲 然后呢 以不同就来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种 并且表达我们对祖国啊 会对加拿大的一种深情厚爱 或者一种赞颂 那这个整场晚会呢 也是聚集了我们本地社区的很多歌唱的唱将 包括了民族唱法 还有美声唱法 还有流行唱法 那还有一些新秀啊 还有他们新生代的一些个人的精品来展现出来 那下半场的部分呢 它是这样的 是叫四季风情 天耀中华 它将来展现就是中国文化这个渊源流长 然后56个少数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民族风情啊 方言啊 不同的音乐的形式 然后我们通过春夏秋冬民族的这种风情的展现呢 就是穿插起来 然后呢 也是表现出就是我们对祖国的这个热爱 然后呢 海外华裔对祖国的热爱 然后呢 从各方面来表达我们对 爱国之行 对 这片锦绣中华的 由宗的这个赞颂 那我想知道您到时候会演唱吗 这个就是试会的 试会的 准备了 试会的 准备了 可以透露一下吗 透露一下 好 那我觉得这场晚会的一个比较大亮点呢 是我自己由我自己开场 这首歌我选择了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呢 可能在世界上的版本呢 可能有 我查了有120多种不同的版本 而且很丰富 那为什么用这首歌来开场呢 我是想用这首歌来表达我们就是新老移民 我们来到加拿大 从开始我们比较纠结 然后也比较失落 很大的落差 包括我们来到这里很寂寞 然后呢 不能适应社会 从慢慢的 我们现在更加热爱这里 而且呢 从忧终的 从今年 我们150周年 大家看到了我们华人 有很多的庆祝活动来赞美 来表达出我们对加拿大这片土地的热爱 所以呢 这首You Raise Me Up呢 我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有特殊的意义 并且能表达出我的这种想法 来赞美就是我们加拿大的这片和平 美丽 然后宁静的这块土地 这首歌的歌词也写得很好 在各大场合都会用得上 听得到 对 对 他是比较庄严 素利的 但是呢 又能表达出我们这样的一种情感 我觉得 我就所以把它放在上半场 开场 开场呢 但是呢 也是 整个我们这次的晚会呢 也是很好大 身世也很好大 就参与的演员超过两百多人 而且他是仅仅是演唱会 你知道全部是庆祝演唱会 那整个演员超两百多人 然后加上各大社区的这些著名的艺术团体 他们也来也超过了十多家 所以我们有起码超过四个节目 是上百人的 就是整个人海战术 真的是上下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演出里面 也是亮点也是很大的困难 对我们在调配人员方面 那比如您刚刚提到说 你要唱一首You Raise Me Up 那服装方面你会选择说 是穿中国的古代的服装呢 还是说比较elegant一点的一些礼服呢 这首歌我觉得肯定是比较elegant的那种感觉 比较grand的 大家女生都选择了这些长裙 男生显得就比较西服 比较庄重一些 起初我开始想的是用O Canada 但是这首歌好像很多社团已经用了比较多了 那我们原来是想红白开场 后面我也想了法又再改 就是节目单也是在 改进中 一直在改进 一直在调整一下 把它做到最完美 没错 所以它的 比如说别的节目的服饰 你刚刚说到有56个民族 是不是他们的服饰也跟着56个民族的特色 那是 这个就要说起我们去年 我们做了一层梦寻采云南 那个是表达专门云南有26个少数民族 那我们当时也定了 那个我们今天田荣兰女士也没来 她是我们家中民族文化艺术团的主席 还有云南商会的会长 那她在去年定了10多万的 就是这个花了10多万 然后定这个民族服装 那我们今年呢 又增加了就是56个少数民族的服饰 从不同的东西南北都把它全部表现出来 这样能参加一下我们中华民族 声势浩大的一种感觉 我们中国人民这个华夏儿女 实在是特别的浩大 那么我想问一下 那你去年办了这个梦寻采云南 跟今年的这个天药中华 这个演唱会有什么区别呢 去年主要是歌舞 那今年呢全是演唱 那说在这些方面呢 我们去掉全部的舞蹈 那从歌曲的风格来表达 那比较有特点的是下半场呢 我们用的这个春夏秋冬 在比如春天里面 我安排了三四个不同民族风格的组合 然后呢来表达这个春天的这个民族歌舞 但是他们有些伴舞形式在里面 表演唱的形式在里面 然后呢夏天又是 对对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 所以呢它大型的一些组合演唱 再加上一些独唱的一些形式 那比如说还有 比如说像霸王别姬 这个带有戏曲的 但是呢它又是流行的 还有一些旗袍的 就古典的形式 加在一些独唱的这个伴舞里面 从整个戏曲啊或者民族啊 还有呢武术 然后呢全部来展现 但是呢主要是在56个少数民族为重点 其他的点滴的加了一点点 所以说戏曲也会有包括说 金曲啊乐剧啊这种会有吗 这次我没有在戏曲里面 做很大的功夫 因为我们这次我刚刚讲了 我们重点是放在 56个少数民族里面 所以呢在民族里面的演唱会比较多 所以戏曲呢我只是捎带而过 就没有特别加强 那我觉得一场晚会 要把整个中华民族的 那么精华的东西表现出来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还是可能要偏向一点点 所以我就把它偏向在 民族风情这块 所以我下半场就叫民族风情 天要中华 没错 那除了56个民族以外 我们还有港澳台的同胞们 他们会不会也参与到 这个演唱中来了 是是 这个里面又有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我们学校呢 有大部分的学生是来自 台湾和香港 那我们其中有个节目 东方之珠 那就是以他们 有一百多个香港籍的同学 他们想来表达就是这个 我们这三大主题之一就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所以这首香港东方之珠呢 我们会来从各方面来表达这个香港的美食天堂 还有有厨师的形象的帽子 还有呢这个金融金融中心 香港金融中心 还有呢这个时尚时尚中心 所以这几个是 都是比较注重的 对 但我们通过他们的服饰 然后呢 有六大组合 还有呢包括一些建筑啊 还有一些医生啊 医学界啊 然后各种不同的演绎在一起 来综合的表达出 这个香港是比较 这个是个大绒炉吧 对 是个大绒炉 这样的表达出来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 爱在家乡 天药中华 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唱会 大家不要错过了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又到这里 下一期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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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